不吃糖粥不算来苏州 既然我们今天来到了苏州 我们就要尝一尝 当地的传统名小吃糖粥 这里名声在外的一家糖粥 就是潘玉林糖粥 这家糖粥非常出名 很多游客都慕名过来专门去吃 我们也是特地过来去吃的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 走吧 就是这里 后面 这家糖粥 很新鲜 挺新鲜的 好的 没新鲜 它这个白粥上面盖了一层红豆沙 红云盖白雪 我现在要搅拌搅拌它 这个还提成了烫 它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摆了一个小摊 是不能堂吃的 再加上里面就是占了不少人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找一个地方吃 它的颜色就是红豆的颜色 一口下去真的感觉非常的顺滑 吃进去能够感受到这一个红豆的颗粒的感觉 它有一丝桂花的香味 我还蛮喜欢的 本来我觉得我可能会不喜欢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红糖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真不错 它这个粥非常的粘稠 就很粘粘的 虽然里面这个放了红糖 但是因为有粥一起搅拌不会觉得太甜 就没有那种甜的大粒的感觉 没有啊 这家唐粥在哪别的 我看来这家唐粥真的非常出名 刚刚还有人如果有人问唐粥在哪里 我还刚才指了一下路 甜甜的几沙的口感 一碗是7块 已经吃了一大半了 最开始吃的话会觉得比较爽口 但我吃到一大半之后了 我就觉得有点发腻 但整体的口感还是不错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